1979年3月,中越边境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,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片土地,解放军战士们带着胜利的喜悦踏上了回家的路途,命运的齿轮却在此时发生了错位,一个意外事件,将一位日本记者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一国他乡,也给本就错综复杂的中越关系增添了一抹悲剧的色彩。 1979年3月5日,中国中央军委发表撤军声明,随后,一百万中国军民后队变前队正有秩序地撤出战场,发现中国军队真的要撤走了,不甘失败的李准集团便纠集越北地区的残兵败将,尾随中国军队,企图在中国军队回到境内之前咬上几口。 3月7日上午,在亮山一号公路上负责掩护55军主力部队撤军的原163师489团三营九连五班的战士们发现, 越军一个连的坦克装甲车部队正以搜索行军的架驶进入亮山市南区, 坦克编队后面,跟着大约一个连的越军补兵。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,越军要是有攻击中国军队的意图,所有人都有自卫还击的权利。 也就是说,这股越军存在追击解放军55军的意图,五班的战士们可以先发制人。 于是,大家使用迫击炮,高射机枪,重机枪这些武器招呼送上门来的越军坦克编队。 几发炮弹砸过去后,越军坦克编队中的吉普车起火翻车,车上人员当场身亡。 越军见解放军这个架势,纷纷掉头回逃。 事后,战士们打扫现场发现,越军指挥官乘坐的吉普车当中, 有一个身穿变状的记者,查验其证件十方发现。 此人是日本机关报赤旗的记者高野公。 按照国际管理,记者,医护人员,第三方观察员不能成为战争双方的攻击对象。 可这个高野公,当时没有亮明身份,还乘坐越军车辆,被榴弹击中身亡,纯属意外。 为此,武班及时上报连队,连队及时派人调查并做了书面报告, 还原了高野公被榴弹击中身亡的事实。 我们换个角度看,高野公之死完全是旧游自屈。 作为战地记者,没有遵守国际公约,出现在战斗编队里也就罢了。 还没有任何可以亮明身份的标识物。 战场上子弹不长眼,物伤是正常的,不受国际法保护。 而且,高野公早有前科。 此前,高野公在采访清检阅军时,也曾跟着战斗编队行军,也不亮明身份,差点被柬埔寨游击队打死。 高野公意外身亡一事,按照国际公约的相关条款,只需将其遗体运送给家属,然后给点人道救助金就完事了。 没想到,李笋集团小题大做,非得把事情闹成国际事件不可。 3月9日,李笋集团将高野公的一双高野美质子从日本接到河内,又邀请当时驻越南河内的几十个国家媒体记者采访。 高野公的一双哭哭啼啼的隔空质问中国军队为何攻击手无寸铁,守国际公约保护的记者高野公。 李笋集团则听有家促说,中国军队见人就打,连外国记者都杀,联合国应该制裁。 越南的李笋集团臭名昭著,大家心知肚明,可其背后的华约阵营能耐非常大。 李笋集团这么一说,华约阵营就开始煽风了,解放军确实有点被动,相当于被李笋集团将军义军,而且是将军喊抽车那种。 如何化解危机,这就要看中国领导人的魄力了。 高野公,当时是日本报社赤齐的驻合内记者,也是日本名气非常大的左翼作家。 赤齐这家媒体机构,与当时的日本政府是畅反调的,主要采取轻松路线,认可苏联战略思想和经济体制。 在此背景下,高野公在战场上的军事报道,多少都是偏向越南的。 时至今日,高宫也生前发表的文章及著作当中,有关越南战争,有关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作品,有些还能在国内的一些书店买到。 作品中的观点多半是向着越军的,抛开个人立场,高野公确实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工作框。 越军全面入侵柬埔寨时,他就想方设法去战地采访,得知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,不顾越南当局的劝阻,坚持要到战区采访。 由于战事吃紧,越军没办法将高野公从柬埔寨送到越南,于是拒绝了其请求。 3月5日,中国军队宣布撤军后,越军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调兵前将,为了在舆论上讨回一些面子,离损集团这个时候转变了态度,让高野公跟着越军先头部队进入战区采访。 同时,还派了四名越南外交人员陪同,目的就是要让高野公看到越军先头部队攻击撤军中的解放军的场景,以此粉饰越军的战斗力。 作为资深战地记者,高野公无视国际公约,没有在其乘坐的车辆上亮出可以表明身份的标识物,也没有与越军战斗编队保持距离。 就这样,匆匆忙忙地从河内北上亮山,高野公意外身亡后,其背后的势力随即将事情闹大。 日本作家协会在几个反华分子的煽动下,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,要求日本国会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援助。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。1978年,中国伟人邓小平访问日本后,日本政府正式启动对中国的经济援助。 援助计划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才结束。 对于自卫环机战时,中国仍旧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,各行各业都缺资金缺技术。 甚至是许多省区的钢铁厂还在使用轻末的技术生产。 日本作为首个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发达国家,要是因为高野工意外身亡事件闹得不欢,对中国来说将会是巨大的损失。 眼下,日本的一帮笔杆子出来闹事,中国必须做出一个强而有力的回应,才能平息事态。 北越开国领袖胡志明失事后,以李笋为代表的北越青苏派依靠演戏,成功把持越南大权,五元甲,黄文欢,长征这些德高望重的北越元老全部被架空,最先出场的戏经就是李笋。 据北越元老黄文欢回忆,胡志明生前立下的遗嘱中,并不是让李笋集团独揽大权,可李笋此前借助苏军的力量,通过利诱威逼,将隶属越南中央政府直接指挥的越军305特公师牢牢控制在手里。 305特公师很多老兵都要前往苏联接受为期一年到三年不等的军事训练,所以容易控制。 有这支军队在手,可以随意打压其他元老。 为了架空五元甲,李笋在明知北越军队胜算无望的情况下,逼着五元甲率部发动春季攻势,结果,十万越军在美军强大的火力下灰飞烟灭。 北越统帅五元甲落的个指挥无方的骂名,假设五元甲反对出战,则给个胆小怕事不敢担当的骂名,反正都是要架空其权力。 事后,当时机成熟了,李笋让其亲戚们禁勇带兵,打了一个大胜仗,北越兵马大权就牢牢控制在李笋手上。 黄文欢揭露了李笋的伎俩后,恼羞成怒的李笋居然搞个缺席审判,判决黄文欢死刑。 而黄文欢与李笋正式决裂前,已经身患肺癌,可李笋指使医护人员说成肺结合,并用肺结合疗法救治。 目的就是要整死黄文欢,好在黄文欢死也要揭露李笋集团的面目,来到中国后,得到了有效救治,才治好了肺癌。 第二个登场的戏经就是范文彤。 范文彤在胡志明生前,代表北越政府承认中国领土主权问题,可1973年以后,有意无意让北越机关媒体否认其此前发表的声明,硬是要把中国固有领土当成越南的。 1977年,范文彤访问中国,被质问为何出而发而是,毫不脸红地说,当时越南的重要工作是团结一切力量反殖民。 越南当时离不开中国的帮助,要是不认可中国领土主权问题,会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。 现在情况改变了,应该重新考虑中越两国之间的边界划分问题。 第三个出场的是阮基石,此人名气不怎么大,但绝对是李笋集团的核心人物。 1986年,李笋病逝后,阮文彤、长征和五元甲复出,范文彤职务不变,可阮文彤等人要做任何决策,都得经过时任外交部长的阮基石统一才能执行。 由此可见,阮基石是个深藏不露的老狐狸,最会演戏。 不论是廷豪山流血事件,还是1979年1月8日越南要求联合国制裁中国事件,还是日本记者高野公意外身亡事件, 李笋集团都充分展现出了高超的自导自演本领。 但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,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,细经终究会被人们唾弃的。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根据事态进展,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做了一个书面报告, 大致内容为,3月7日,中国55军主力撤军后,在亮山市北区执行掩护任务的步兵分队发现了越军摩托化部队尾随,有追击的意图, 小分队被迫使用缴获而来的高射机枪还击,在击毁了越军部队的指挥车以后,就停止了射击。 高野公出现在越军摩托化部队的指挥车里,实现没有通报中方,也为亮明身份,被榴弹击中身亡一事,纯属意外。 各方可到事发现场调查,报告中,还引用了日本朝日新闻,记者景川优也在亮山示范同样错误遭与中国军队炮击险些身亡一事。 表明中国军队没有违反战争法则,用军方的名义做出回应,可以起到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作用,能够令人更加信服。 不用外交部进行交涉,也让中国方面显得更从容,更坦荡。 李损集团小题大作,最终闹了个没趣。 真相大白后,越南政府的阴谋不攻自破,国际舆论也逐渐平息下来。 高野公的死,却留下了深刻的教训,也引发了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深思。 高野公,一位来自和平国家的记者,却不幸倒在了战争的硝烟之中,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。 他的死,提醒我们,和平来之不易,需要倍加珍惜。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,我们真是和平,渴望发展。 和平不是祈求来的,更不是妥协来的,而是要靠实力去争取,去捍卫。 落后就要挨打,打得一拳开,免得百拳来。 这些历史的教训,我们永远不能忘记,只有自身强大起来,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,才能在国际社会上赢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。 对于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,但这场战争留给我们的启示,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 面对外部威胁,中国需要保持强大,团结一心,方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 只有自己强大,才能让对方付出代价,不敢来反。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,但不代表我们是懦弱的。 我们有能力保卫国家安全,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。